你敢相信吗?一艘无人小艇竟然击落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超音速战斗机 这艘由乌克兰打造的海上刺客无人机 造价仅25万美元,挺长7.2米,可携带数百公斤炸药 但问题来了,区区一艘没有雷达的无人小艇 怎么锁定和击落了一架造价惊人的苏三陵超音速战斗机呢? 大家好,这里是金戈军事 黑海,5月2日深夜 三艘乌克兰的Megu无人艇如沙群般悄然潜伏在新罗西斯克海外 他们暗藏美智响尾蛇空空导弹 发射架隐藏于船尾,如同暗器般叙事待发 俄罗斯飞行员万万没有想到 死神会从海浪中穿出 在遇星链卫星实时通讯后 自杀式无人艇以39节高速冲刺 引诱一架苏三陵SM降低高度进行扫射 当战机下降至仅200米的超低空时 两艘伏击艇同时发射响尾蛇导弹 AIM-9M响尾蛇导弹的红外引导头 立即捕捉到飞机发动机的高强度热源 瞬间命中,凌空打爆 5000万美元的超音速战机就被炸成了黑海深处的一堆残骸 这场战力创下了两项世界纪录 一,人类战争史上首次有海上无人艇击落超音速战斗机 二,响尾蛇导弹首次通过海基平台完成空战击杀 那么,俄罗斯为何没有出动海上巡逻飞机和直升飞机拦截无人艇呢? 乌克兰的MAG-V-7无人艇采用海上狼群战术 自杀攻击艇、防空掩护艇与机枪火力支援艇协同作战 形成了一个多功能混合编队 什么是自杀式攻击无人艇? 它是一种正常搭载360公斤炸药的自杀攻击平台 一旦锁定目标后,直接撞击引爆 更令人惊叹的是其改装技术,一艇多用 乌克兰将原本用于空战的导弹安装在无人艇上 由导弹自带的红外热成像引导头自行锁定空中目标进行攻击 2024年12月,黑海再次上演降维打击大戏 俄军此次调派BE-12巡逻机在海上搜寻无人艇 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向黑海舰队提供目标数据 由米8直升机前往拦截 并试图用机载30毫米自动炮近距离扫射 甚至抛制自由落体炸弹 然而,乌军再次运用诱敌深入伏击尖敌的经典战术 利用一艘改装后的Megel V-5无人艇发射R-73空对空导弹 直接将一架米8直升机击落 这一事件让俄军大为震惊 水转而依赖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的苏30战机来拦截和摧毁乌军水面舰艇 那么,最后又隐藏着哪些突破性的黑科技呢? 这些无人艇的性能几乎离谱的难以置信 他们航程高达800公里,续航长达7天 透过星链实时定位,并结合惯性导航 还装备了光电转塔 能如鹰眼般的侦察15公里外的舰艇 更惊人的是,2023年12月6日凌晨4050分 一艘特殊改装后的无人艇 携带了850公斤的炸药 从奥德萨方向悄然驶入黑海 直指克里米亚大桥 它采用半潜式船体设计 航停时,仅0.5米船身露出水面 配合隐身涂料 雷达几乎抓不到 在4-5米的浪高掩护下 成功突破了俄军的雷达监控网 这些海上幽灵最终直撞克里米亚大桥 引发巨震 你以为这就是终点吗? 不 真正的杀招 含在后头 这些幽灵般的无人艇陆续袭击了俄军多艘主力舰艇 目前黑海舰队已有9艘军舰被击毁 更有两架苏30战机和两架米格直升飞机坠落 合计损失超过了5亿美元 一场彻底颠覆传统的降维打击 来算一艘无人艇 造价不到25万美元 而一架苏30战机单价就高达5000万 这种性价比绝杀几乎让俄军疯狂 它迫使俄罗斯黑海舰队将最核心的战舰从塞瓦斯托波尔撤离至新罗西斯科 更牛逼的是乌克兰竟然把无人艇进一步改装 变成了水雷投放艇 并部署水雷封锁新罗西斯科港 使俄黑海舰队彻底丧失了制海能力 以小博大 创新战法 不仅打击了俄军 更为乌克兰重新打开了粮食出口航道 而粮食正是乌克兰经济的命脉 这场不对称战争彻底颠覆了传统军事思维 当一个小国拥有了黑科技 加星链通讯 加游击策略 就足以让过去不可撼动的海上霸权 为之颤抖 下期我们将揭秘最新的黑科技武器 点赞破300 我们通宵干篇 欢迎订阅评论转发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破300 请不吝点赞破300 gone 。 中文字幕——YK